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下午抵达马尼拉,展开围棋八天的非太访问行程,出席当地的国民党兼党123周年党庆活动并拜会调舍,标达感谢与问候之意。 吴敦义抗力等一行搭乘华航班机,下午4时从台北非迪马尼拉,中华民国驻飞副代表主席,国民党中评委吴明明,黄胜雄,非华文京总会常务委员王家彤,庄杰森,胡尔农,秘书长蔡锦朗,乔保丁俊峰等人接机。 吴敦义表示,此次马尼拉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出席中国国民党菲律宾总支部的建党123周年庆祝活动。 他说,菲律宾华侨非常爱国,也忠于中国国民党过去双方的来往很多,大家有深刻的情谊,泰国也是这样。 吴敦义希望海外统治能坚定信心,共同爱护中华民国,也期盼中国国民党革新团结,将来有机会重返执政。 中华民国驻飞代表处协调礼遇通关,非华文京总会已安排警车开道。 吴敦义将在马尼职停留到28日中午期间除将出席党庆活动之外,还将拜访商会、宗兴会参加桥宴以及到华侨玉山巷烈士纪念碑献花之后转往泰国访问,包括泰北地区。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下午在桃园机场搭机出访菲律宾及泰国联合报戏记者郑超文摄影分享。